每天吃点不一样的 今天吃贵州坚果辣椒脆 这个坚果辣椒脆啊 在网上最近也挺火的 看着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炸辣椒 实则里边内藏钱 哦 好酥啊 哇 看里边 全是什么核桃呀 芝麻 花生 哇 都是干果 而且越嚼越香 嗯 你听到声音 哇 好酥啊 而且里边的坚果 跟外边这个皮一样 也都炸得特别酥脆了 但是它不干 整体吃起来是那种 非常油油润润的 但是不腻啊 不腻 香酥香酥的 但是它辣度 还可以啊 我感觉跟老干妈差不多 嗯 越嚼越香 哎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 就是在菜市场呀 还有超市里就有卖的啊 挂点花生 芝麻呀 辣椒呀 什么混到一块的 但是它都是碎的 小粒粒的那种 吃起来跟那个感觉差不多 就是但是 这个因为把那些干果都包到了 这个里头嘛 所以那口下去 就感觉更饱满 对它一下那个香味迸发出来 感觉上好像又更香一点 这个 就是典型的那种 贵州辣椒 这种香辣香辣的 它入口酥脏 不用咬啊 感觉 但是 稍微有一丢丢苦 我觉得 嗯 但是不影响它香啊 依旧是很香 我觉得如果爱吃 辣椒的 还有这种酥酥脆脆的香辣香辣口感呢 应该会很喜欢那个 而且据说把这个 在贵州那边都把它当零食吃 我就特别想问一句 不咸吗 我吃的都好嗓子 好咸呀 配点粥啊什么的还行 嗯 确实行 但真咸 哇 你看 这里边的坚果 真是满满当当的 虽然没有那么辣的 但是 这吃着也出汗你知道吧 冒汗 哎 这碗是怎么装进去的呀 它带着瓣呢 带着这根呢 哦哦哦 哈哈 辣椒上开了个口 看这了吗 应该是先装进去 然后再油炸的 啊